这是每一个聊和大神都在关注的,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,能让你在情场轻松的置身吗?一般来说,在感情的世界里面,女人的态度大概分为两种,非常投入,非常热情,每一段感情都要刻骨铭心,非常被动,非常高冷,每一段感情都想别人主动,前者是很容易因为太白人失去一段关系, 后者是很容易因为太高冷失去一段关系,其实这两种态度都是极端,都是不对的,每一个恋爱高手都是应该是一个,演员,我经常说一句话,人生如戏,全靠演技,该吃吃,该喝喝,啥事比往心里割,如果你明白,每一个人的外的其实都是演出来的,你就没有那么执着于每一个人的表象了, 最好的态度是,配合对方演戏,有人问我,演戏累不累,难道人与人之间没有真诚刻言吗? 我可以这样告诉你,知道什么叫礼仪与文明吗? 礼仪就是明明可以不那么装逼,但是在特定的场合下,一定要那么装逼,文明就是你想要发火,但是你是文明人,你不能发火。 然而,想要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,最重要的就是,演戏。 比如,你知道一个男人在骗你,你没有必要撕破脸,你可以假装你不知道。 比如,你知道一个喜欢一个男人,但是他不喜欢你,你就得学会憋住了。 所谓高情商的人,就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,在合适的情况下,说对话,做对事,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。 高情商的人,会演戏,会控制情绪,有目标,有方法,有策略的去与任何人交往。 他们明确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,所以根本不会情绪失控,因为他们有方法,有目标,有策略。 然而,这所有一切套路和方法中的核心就是,测试和筛选。 通过测试,我们明确别人的想法和目的,来调整我们自己的策略。 如果对方希望我们靠近,我们就应该热情一些,靠近他。 如果对方对我们很冷淡,我们就应该保持距离,不要管他。 通过方法筛选掉有利于我们的人,愿意有害的人,我们可以保持安全。 当我们知道我们要赚客户钱的时候,我们不会和客户发火。 当我们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和脾气的时候,对方说什么,我们都要觉得正常。 一个人为什么没有安全感,是因为不敢付出,不敢得到,不敢失去。 一个人为什么充满恐惧,因为没有勇气突破,害怕结果,害怕承担。 一个人为什么总会感觉空虚,是因为日子过得太舒服了,没有压力。 一个人为什么总会感觉溃乏,是因为一直在索取,不懂得付出和感恩。 所有的负面情绪来自于恐惧与欲望,害怕未知,又想在未知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事物。 真正情商高的人,无所谓失去,无所谓得到,失去也不感觉难受,得到也不会感觉心情,能够示意一切环境,接耐一切结果,内心保持平静。 那么回到我们的主题,我们在感情中,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? 依你的态度,应该随对方不断的转变,对方热情你就冷淡,对方冷淡你就热情。 二不断的在测试中,演好自己的角色,三接耐一切结果,适应一切环境。 四抱下所谓的喜欢不喜欢,喜欢一切,接耐一切。 如果你能够爱任何人,喜欢任何人,和任何人都能相处好,说明你已经是高手了。 真正的高手应该是可以适应一切的人,而不只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才会开心。 我的学员越来越有自信,因为越来越有智慧。 她曾经少毁掉爱情,但是现在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,控制自己的内心,她就拥有了掌控自己情感的力量。 这是每一个女人都想拥有的吧? 这是我去年的学员,跟着我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努力学习,已经带有长进。 相信她以后还会越来越厉害的,我的朋友圈每天都更新大量的案例。 你会从中学会很多,我的,全一有一,加我可以获得两些免费的试听课。 如果你想变成一个高手,请参加我的聊哈课和洗脑课。 参加我的聊哈课和洗脑课,你可以获得三大改变。 一,恋爱不再被动等待,主动出击吸引男神。 二,吸引到对自己好的男人,和家男说白败。 三,无论是恋爱还是婚姻,你都可以自由掌控。 你可以获得的超级福利是,不幸其免费一对衣服导。 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所有机构的重磅福利。 我们的承诺,保证每一个学员,都可以得到一对衣服无物,包教包会,强大的售后团队。 随时响应,如果你想和各种聊哈大神学员互动,可以加入我的年费社群。 聊哈导师号,转移缘业添加之后,立刻可以领取两节视听课。 聊哈秘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雇 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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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